大家好,我是满真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生四宝的安胎过程 在老三六个月大的时候 我发现我又怀了老四 但是一怀孕,第二个月起 我就必须在家握床安胎 就是要口服安胎药 然后你看这张照片就是我躺在床上吃饭 因为我没有办法坐着 我坐着吃,肚子就会很不舒服 你看这是医生开给我的安胎药 非常的多,多到可以开成一朵花 这是我在家躺着 你可以看到后面是我躺着 在家躺了四个月后 口服安胎药已经压不下公缩了 于是我们紧急去医院 然后一侧公缩就发现 看到这张图上 有非常多的那个起起伏伏的 像小山峰一样 其实那个就是公缩 然后频率其实已经接近要深差了 可是那时候才怀孕六个多月 宝宝路生出来 存活率没有百分之百 而且会有很多后续的问题 所以我们非常的紧张 然后医生说 我必须要绝对卧床安胎 这个就是绝对卧床安胎 就是吃喝拉撒 都是这个姿势 在安胎中我发现我又没有路可以走了 于是我开始来学习读圣经 来看一下喔 这个是当时打的点滴 左边呢 这个是自肺安胎 一天大概一万七 一直持续要打这个药 然后右边是健保的安胎药 因为健保安胎药已经压不下那个公缩 所以必须还要再加自肥的药 然后这个是我当时的手 因为一直打针 一直持续在打针 所以手上有一排针口 事实上最后不是只有一排 于是我们又遇到难题了 那记得我们前面讲过 遇到难题的时候 我通常会怎么做 去找最大的事 于是我跟我姐姐讲 然后我姐姐的基督朋友 还有在美国的教会朋友 会友们 他们其实跟我们是数位谋面 他们再次的为我们祷告 住院期间遇到的哪些难题呢 来看一下 白天需要有看護 还有有天文数字的医药费 记得哦 医药费光是那个自备的药 一天就要一万七 还有前面三报 老大当时三岁多 老二一岁多 老三只有几个月大 他们白天跟晚上的照顾问题 但是这段过程 透过他们的祷告 我们真的彻彻底底 经历到神的大能 在当时其实我还没有信主 也没有受信 但是我们应该教会的 牧师师母还有会友 他们常常来探访我们 他们来会为我唱诗歌 还有为我们祷告 也会在肚子里的宝宝祷告 那透过唱诗歌还有祷告 我们学习紧紧抓住上帝 但是其实你一定要知道哦 我并不是因为一祷告一唱诗歌 我的问题就全部解决 在解决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遇到困难 但是神让我学习也认识到他的真实 而且我的环境并没有改变 但是透过唱诗歌 他让我的情绪变得很不一样 我可以有颗平静安慕的心 那当时我们教会会友有一个阿姨 她已经六十岁了 她自愿来当我白天的堂护 就是为我八十八娘 就是拿着这一个便盆 只要我需要大小便的时候 她就要拿来 让我上厕所 要帮我清洗 然后还要拿去消毒 那她非常无用无魂的来帮助我 来当你的堂护 那在公说很频繁的时候 她甚至会为我祷告 唱诗歌安慰我 跟我一起流泪 跟神祷告 求恋命 然后好玩的是 后来 她也去帮其他床安排妈妈做祷告 因为其他妈妈听到 我们竟然透过祷告 很多次的难题都得到解决 他们也希望 这个阿姨能够过去为他们祷告 英哥教会的师母跟姐妹们 他们其实非常的常来看我 那当时我发现 他们来找我的时候 都是在我情绪可能很低落 或是常常觉得 很没有盼望的时候 他们就来探访我 来为我祷告 那在那段时间 其实我是一个 我前面有提到 我是一个很爱吃的人 那因为我躺在床上安排 所以饮食要非常的注意 否则消化系统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我很想喝运萌汤 但是我从来不敢跟任何人讲 因为尤其是我的先生 他非常的忙碌 在安胎期间他白天要工作 然后下班后要赶去保姆家看老三 然后又回来家里看老大跟老二 还有跟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婆婆 问一下有没有需要什么需要帮助的 然后再赶到医院来 晚上当我的夜间的摊护 所以我先生他其实非常的忙 我从来不敢跟他讲 但是有一天师母跟姐妹 来医院看我 他们突然带了一杯 我想了很久的玉米浴汤 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压抑 因为我都没有跟任何人提过 我想喝玉米浴汤 可是他们就莫名其妙的带了这一杯来 我真的彻底的发现 原来我们的神 不管我们的大小事 他都关心 这个是住院期间母亲节 我的先生回家在老大跟老二 来医院看我 那孩子其实很久没看到我 那他们很想念妈妈 那他们呢 就带了饭来医院 跟妈妈撒娇 要妈妈喂饭 当时老大只有三岁多 然后我有一岁多 他们就撒娇 你看我的手 还有那个点滴 但是孩子就是他们小 他们就要撒娇 要妈妈喂饭 这个是老大 他表达对老四的爱 真的很神奇哦 三岁多了老大 亲我的肚子的时候 我就可以感觉到老四在肚子里面 他是特别的动了一下 他知道哥哥来了 所以真的生命非常的奥妙哦 这是我住院安排 六十二天的视角 我就是躺着 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 我先生特别拿了一个黑色的布 用胶带贴十字架哦 其实我不是在拜十字架 我只是透过这个十字架提醒我自己 这个世界上有神 有那个最大的神 这个是Evan的那个边桌 桌子上面呢 是我躺在窗上读圣经 然后我读到那个圣经上 有些精神他真的很安慰我 很鼓励我 我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拿小纸条贴在上面 拿着那个透气胶带贴在上面 然后那个小笔店旁边接着一个那个CD的那个播放器 就是播放时歌 我几乎是白天醒着的时候 我都是听时歌 然后读神经 才熬过这六十二天 当时呢 我还有拿祷告手册来祷告 祷告手册上 针对各个需要的祷告内容 那当时还没有出版成册PDF档的这个印出来 然后祷告 你可以看得到 我每天都是握着这个祷告手册 听时歌 然后祷告 你可以看得到真的是尾边三绝 那祷告手册后来有出版成册 这是这本书的封面 那我其实是在安泰区待了整整六十二天 什么叫做安泰区呢 它其实并不是普通病房 因为我的公说非常的平板 接近药生产 所以是被医院安置在产房附近 然后其实是一个待产区 那我在那边从第一天待到第六十二天 孩子终于出生了 这个是老四 他接近逐月出生 出生的时候有三零六五功课 其实对我而言是真的是第一次生这么大的孩子 因为其实前面三个孩子他们都是早餐的 所以当时在住院这六十二天 他从刚住院的时候 他只有七百功课 长到三零六五功课 我们报道他真的比报道第一头奖还开心哦 我想跟各位分享在圣经上有一段经文提到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以佛所书三章二十节 我们当时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生到这么大的孩子 那你看这个四个孩子 大家都非常喜爱的 新台币吗 不是是孩子 他们真的非常的可爱 我在这段过程当中 我学习到其实我们人生会有愁苦 就像在《萨摩尔记》上一张十节 他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 祈祷耶和华 其实我的人生也是有很多的仇苦 但是好处是 我可以跟耶和华来祈祷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的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 他不用睡觉 不用休息 随时有空听我舒服 他就跟你家楼下 转角那个711的反响 他随时都有台 那我们人生都是万事如意吗 我小时候常常听到我妈妈在拜拜的时候 她说 哎呀 我常常在想什么是万事如意 到底是如谁的意呢 其实是如神的心意 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界有神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一直掌权 心中呢 会有平安 而且是风雨中的宁静 也就是说当你的外面有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 你心里面会有一股你说不出来的宁静 这几年前我们带着孩子去东南亚旅游 当时孩子还很小 老大 那个时候只有五岁多 然后 你看 有没有看那个很大尊的神像 金公香香的神像 还有在旁边呢 我们就看到底部比较近的小的神像 我们就看到在神像上面小的眼睛很利哦 他们就说妈咪神像上面有不大变 然后他们被鸟拍了变 他们无法自救 那一天我才想到这样的神怎么能帮我们平安呢 或是帮助我们什么呢 那一天过后我们回台湾的飞机上 孩子就说妈咪房子跟车子都变很小呢 孩子说那个超大的神像也变得很小 那我就问他们说那上帝呢 孩子说还是一样很大啊 那我就问他们说那上帝在哪里呢 孩子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他造的 他在任何地方 那为什么教会里面没有摆神像呢 基督教到底在拜什么呢 想跟各位分享哦 创造宇宙及其中万物的天主 既是天地的主宰 救不住人手所见的电影 也不受人手的服侍 好像需要什么 而是自己将生命 呼吸和万物赏给的众人 这是在圣经里面 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道书节所写的 我真的彻彻底底的体会到 了解到原来我们的生命跟呼吸是神赏试给我们的 其实我们的神不是我们造的 我们才是他造的 就像这个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传统艺术 去做这个雕刻 其实是一个很美的艺术 但是我想跟各位提醒的是 我们的神不是我们造的 我们才是他创造的 我们不会造的神 请了他来 拜了他又怕送走他 我们的最大的神没有这个问题 想请各位生活中有用过这些产品吧 家里的电器产品 还有我们的手机 还有这个电脑 其实这些我们都生活中都有使用 其实老实说 我并没有完全的了解运转的原理 但是其实我们只要选择相信 就会在生活上使用带来许多的便利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个经验 你想要去某些地方 可是你根本从来没有去过啊 那你其实只要输入 在你的手机 或是你车上的导航 就可以平安的带你到达你要去的地方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人生其实有这样的APP 有这样的GPS系统 就是神应许的救资 也就是说 我们人生也有这样的APP 如果你也想要下载这样的APP 其实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跟我做以下的这个祷告 我说一句 你说一句 你就可以安装这样的APP 亲爱的主耶稣 我需要你 感谢你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我愿意打开心门 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感谢你赦免我的罪 并赐给我永生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使我成为和你心意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如果你跟着我做了这样子的祷告 我相信你 你已经下载这样的APP 那我想请问你 有没有经验 当你买了一些产品回家 你可能不知道如何使用 那不到使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会用使用手册 同样的刚才你下载的这个APP 也有一个使用手册 是什么呢 我们的人生使用手册 就是圣经 圣经呢 它是神的话语 也是智慧的来源 它教导我如何当太太 妈妈 媳妇 还有女儿 我的人生中 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常常去从圣经里面找答案 那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经验 当你看了使用手册之后 也照着上面去做 可是好像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会打电话给客服人员 那同样的道理 在我们使用我们的人生使用手册 也就是圣经的时候 我们多少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怎么办呢 我们教会有牧师 有茶经 读经 或者是属灵同伴 或是我们透过安静等候神 圣灵的阴导 来更清楚使用这个人生使用手册 就是圣经 那也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更有指引 更不会迷路 我们真的学到 上帝 阿爸天父 就是最大的神 那邀请你来认识最大的神 那人生呢 会有顺利 我们就来求喜乐 如果人生呢 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就来祈求南关中的平安 欢迎你到您家附近 以圣经为基础的教会 来寻求以及认识 这位最大的神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